海啸对于人来说也许是没法去衡量的 抗衡的 但人间有情 能让身陷灾难的人 抵御一切困难 正随父母度假的英国女孩 安博·欧文因其好朋友 大象尼龙的旧主幸免遇难 知名编剧麦克·莫波格 听闻这件感人的世界后 准备将其排成舞台剧 安博今年20岁 来自英国米尔顿的凯恩斯 2004年 8岁的安博在寒假期间 随母亲和继父到泰国普吉岛度假 在假期期间 安博与4岁的大象尼龙建立了友谊 他每天都要骑着尼龙在海边散步 每次给尼龙喂香蕉的时候 他都会用鼻子抱着他的肩膀 据安博回忆 还笑当天早上有过一次轻微的地震 但是大家都没在意 在与母亲和继父庆祝完圣诞节之后 安博迫不及待地去找了尼龙玩耍 他们在海滩上悠闲散步时 海水突然退潮了 人们争相再见地上的雨虾被壳 而此时的尼龙却不淡定了 他变得非常急躁 一个劲儿想离开海边 驯向人拉都拉不住 几秒钟之后 巨大的海浪以轻强之势向岸边压来 躺在沙滩上的度假者都被海水卷走了 此时尼龙却没有因害怕甩开安博 他背着他冲出了汹涌的波浪 找到了一处高墙并撑着他爬上去 然后就守在他身边 安博的母亲听到外面一片的尖叫声和求救声之后 冲到海边 远远地看到了安博和尼龙 还是安全的 他很庆幸 随后立即抱了女儿跑回酒店 他们刚上楼 第二波海浪就袭进了整个西莱登酒店的一楼 两天后 安博一家人就飞回了英国 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一楼 2004年的东南亚海啸巨镇 镇级打9.0 夺取了22.6万人的生命 可谓是200多年来死亡最惨重的海啸灾难 编剧《莫伯格》报道上 听说了安博的故事后将其写成了小说 他还准备将小说改编成舞台去 安博听说后非常激动 不过安博最想见的人是尼龙 海啸后有人说他还活着 现在改名叫白通 生活在泰国西部 安博想见见他 看他事不还记得这个12年前被他救下的好朋友 而同样是在这场海啸中 一群外国游客因为骑乘的大象 突然狂奔到高处 幸运地逃过海啸 在海啸发生前 游客们正骑着大象前往海边 突然大象开始流眼泪 但很快平静下来 然而大象平静了约一个小时 又开始哭了起来 变得一场暴躁 很快 大象载着惊恐的游客向背离海滩 覆盖着灌木丛的山上狂奔而去 海边不工作的大象也纷纷挣脱铁链向高处跑去 人们看见黑色巨浪袭来 开始跟着大象狂奔 海啸到底有多可怕 海啸发生时 震荡波在海面上已不断扩大的圆圈 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它已每小时600到1000公里的高速 在毫无阻拦的阳面驰骋1万至2万公里的路程 掀起10至40米高的拍岸巨浪 吞没所波及的一切 有时最先到达海岸的海啸可能是波谷 水位下落 暴露出潜滩海底 几分钟后 波峰到来一进一退 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海底巨阵震动之后不久 巨浪呼啸 以摧哭拉朽之势 越过海岸线 越过田野 迅猛地袭击着岸边的城市和村庄 港口所有设施被震塌的建筑物 在狂涛的洗劫下 到处是残木破板和人畜尸体 据统计 全球有记载的破坏性海啸 大约有260次左右 平均大约67年发生一次 发生在环天太平洋的地震海啸 就占了约80% 而日本猎岛及父亲海域的地震 又占太平洋地震海啸的60%左右 日本是全球发生地震海啸 并且受伤害最深的国家 日本自1596年以来 就遭受了20多次的大海啸袭击 数十万人遇难 但世界近200多年来 死伤最惨重的海啸灾难 是2004年印度洋海啸 造成22.6万人死亡 仅印尼就死了16.6万人 沿岸几个国家 共有200多万人物价可归 一基金的创始者 国内赫赫有名的功夫明星 他们一家当时就在马尔代夫度假 亲身经历了印尼海啸 索性的事他们都得救了 后来他回忆到 那时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 阳光铺照 海滩松软 海水清澈 他和女儿在海滩玩得不一乐乎 然而就在某一刻 海水骤然消退 仿佛被神灵 一下子收走了所有的海水 快艇搁浅在金银的海底 受惊的雨在礁石前跳跃 但谁也没有想到 是海啸将至 直到一阵海浪想按边哭勇而来 大家一以为是涨潮 还跟着海浪一起欢呼 跳跃 但一眨眼的功夫 海浪越来越湍急 并与漩涡形往前滚进 直到导游用困引起大喊 海啸来了 大家快往山上跑 小跑了一两分钟 海水就没过了身体 他拖起女儿 拼命地往前方游 直到游到了安全的地带 也许是与死神 擦肩而过的经历 让他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2007年4月 他创立民间慈善组织 一基金 为身处灾难与困境中的人们 提供帮助 是呀 万物绝有灵 动物在危难之时 伸出援手 帮助人类的事迹 不设美举 在1986年 英国一家动物园 就发生了动物救人的事件 一位三岁的小男孩 在观看星星馆的时候 不顺从上面跌落下去 掉进了星星馆里 一时间周围的游客 都十分慌张 孩子的父母和一些游客 都焦急地大喊大叫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底下是凶猛的 银背大猩猩 银背大猩猩 可以用一只手臂 轻松对付 四五个成年男子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也不敢轻易进入 就算将来警察过来 也需要一段时间 小男孩的生命 未在旦夕 而此时的猩猩馆里面 最强壮的一只 银背大猩猩 发现了这里的情况 开始往这里走来 男孩的父母 都要被惊吓得昏厥了 因为大猩猩 是食肉动物 还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很有可能 将小男孩杀死 而小男孩 因为从上面掉了下来 被摔晕了 根本不知道危险 正在一步步逼近 但这只走来的银背大猩猩 看了看昏厥的小男孩 开始用一只手 轻轻地触碰他 想把他扶起来 但是后来他发现 小男孩昏迷了 根本无法动他 于是他就一直 坐在小男孩身边 并且不让其他的猩猩过来 而小男孩醒来之后 由于疼痛和惊吓 开始哇哇大叫 这只大猩猩 就开始跑到了一边 远离了小男孩 上面的人也是松了一口气 五度有偶 美国也有一家动物园里 一位小男孩 掉进了猩猩馆 索性的是 他掉进了水池里 没有被摔昏过去 但是还是因为惊吓 微吓地坐在地上 一动不动 这时候 有一只银背大猩猩 走了过来 站到了小男孩的身边 好奇地看着他 而小男孩 早已经被吓得 说不出话来 不敢有任何动作 但这只 原本性格凶猛的大猩猩 却没有攻击他 也没有做出任何攻击姿势 反而是帮助小男孩 坐了起来 同时 这只猩猩还在试图 帮助这位小男孩 并且是做出救人的动作 这完全是现实版的金刚 即便是凶悍无比的大猩猩 也是会有救人的行为 不知道为何 又有一位小男孩 摔倒了猩猩馆里 这个小男孩 摔在了猩猩馆的地面上 被摔晕了过去 这时候有一只猩猩跑了过来 将这位小男孩抱了起来 并且 这位小男孩 是脸 趴在地上昏了过去 并且脸都沉浸在了水里 这只大猩猩 似乎是害怕它溺水 窒息过去 后来 这只大猩猩 将其他的猩猩 全部赶走 等到救援队员下来 才将小男孩 温柔地放在了草坪上 才离开 其实 动物一般不会轻易 伤害人类 只要人类不表现出 攻击行为 反而 它们会更乐意 帮助人类 所以我们人类 也是要好好爱护动物吧 别让它们消失了 我们才追悔莫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 咱们不见不散